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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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一心一意的侍奉太后 展开全文就在这时 沈梅庄遇到了温柔细致的温时初 她也逐渐被这样的温时初打动 就算沈梅庄心里非常清楚 温时初是因为有甄嬛的嘱咐 才对她这么关照的 但她依然愿意相信这是爱情 如果温时初一直护着甄嬛 那么就让她来一直护着温时初吧 沈梅庄一是因为甲孕的事情 二是因为温时初 所以一直都不待见皇帝 后来太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毕竟是跟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 肯定要让她在后宫有一席之地 所以便派人送给了皇上和沈梅庄一服情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后这壶酒却被沈梅庄和温时初 喝着两个人也就有了夫妻之识 虽然在我们看来 温时初没有出宫这件事情 只有魏灵和采月知道 不过深更半夜的太医进入了妃子的寝殿 还是会有人感觉到很奇怪的 而且宫中人多眼啊 那为何没人告发呢 其实是和太后有关 自从沈梅庄进宫之后 就深受太后的宠爱 可以这么说 别的妃子没有了皇上的宠爱 就没有了一切 但沈梅庄就算是没有了皇上的宠爱 在宫中还是拥有一席之地的 太后才是她最大的靠山 太后也这么说过 不管出了什么事 哀家一定会护着你的 就算有人想告发 也要顾及一下太后的面子 而且这件事情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 如果就这样冒冒然告发的 那么很容易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再加上 当时甄嬛已经成为了西贵妃 已经是可以和皇后一针高下的人物了 不管沈梅庄出了什么事情 甄嬛也一定会护着她 所以自然没有人敢接发 这件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